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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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澳北大博士生 我可能见过 对 我突然一紧张 因为什么呢 如果是有古巴的朋友在这儿 我可能就得稍作调整 但没有了 就是这个 因为我工作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我本人也是在这个古巴研究中心 对 因为我们这个机构会有很多的与这个使馆 以及相关的一些活动的 以及对中国怎么看拉丁美洲世界 会受到这个使馆的关注 所以我刚才有一点那个一点点敏感 不过没关系就是 我后面会讲到这个中国怎么看戈巴拉 其实跟比如说这里面是有一些互动的关系 比如说跟古巴使馆的一些影响等等 那这样 我们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发言 那我们就把我们到后面 让大家听完我的这个发言 我的这个版本 可能也又不同于我开的书单 李安德森的这本书的大家的印象 好像也还有同学现场去报读这本书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这本书 好 我们刚才唐老师做了一个开场白 我们会今天会大家可能已经不再熟悉 那个60年代70年代甚至到80年代 大家耳熟能详的全球耳熟能详的 特别是在那些社会国家 或者是前社会国家 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重要的 世界性的政治历史人物 政治明星切格瓦拉 那么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有一个短短的纪录片 1981年古巴的一个纪录短片 大家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古巴电影 大家可能会知道这个巴西电影 比如说这个上帝之城 你可能会知道一些阿根廷电影 比如说最近 不是最近了 前一些时间获得诺贝尔最佳 不是诺贝尔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这个 对他眼中的秘密是吧 是第一样的眼睛 这样的影片 又比如说之前的 哥伦比亚电影《蛇的拥抱》等等 但是我们 可能大家不是那么了解 古巴有一个非常充分的 就革命电影文化 这个不详细去展开 但是刚才放的这部 记录短片 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他讲的是 这个拍摄者 拍摄的是 格瓦拉最有名张照片 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今天海报也是有名张照片 他的这个目光炯炯 注视前方 后来被变成波普艺术教授 去复制的这张照片 是由古巴摄影师 科尔达拍摄的 注意啊 有些英文的材料 会让你误以为是 那个科达公司有什么关系 其实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科尔达 这个摄影师拍摄 他非常非常漂亮的 有很多 格瓦拉的作品 格瓦拉的影像非常多 还有很多作品是格瓦拉的自拍 其实格瓦拉是今天某些 我们很多中的 喜欢这个selfie自拍者的一些千驱 格瓦拉是非常爱自拍的 他有很多非常这个美轮美奂的 他也知道自己很漂亮 有很多自拍 传世 所以今天我选了一些照片 会夹杂在这个PPT当中 我们看到他在后面 在80年代冷战中间之后 仍然在全球一段时间流行 我们经常见到格瓦拉的这个图像 就像刚才这个郭同学所说的 红黑相间的这样代表革命的 目光炯炯的 这种波布艺术化之后的 在全球流行 而且是被那些文艺青年所喜爱 特别是摇滚青年 好像尤其中外格瓦拉的形象 在这个摇滚音乐会上 你经常看到 中外截然都会看到格瓦拉的T恤 在大家的身上 但其实他对当代中国 有一个特别有意味的历史事件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文章 称之为归来的陌生人 那就是在这个世纪之交 99年2000年的时候 北京有一个小剧场的话剧 叫做切克瓦拉 大家应该没有人看过 当时的小剧场话剧吧 对对 唐老师肯定会看到这个话剧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 那之前漫长的这个80年代90年代 大家在这个我们的改革 与变化的真同之中 可能不再去关注60年代文化 但是恰恰在那个时刻 在世纪之末 格瓦拉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 这非常有意味 在当时引起了很多的震动 因为我要暴露另外自己一种身份 我是刚才说的 原来是北大西语系 博士在北大中文系 戴老师的学生 同时我还一直是北大区社的成员 就是我是第一十一任社长 我之前的社长 有这个英达赛贝宁等等等等 就是那个我们那个那个那个 普系 99年2000年正好是我入大学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看那个 格瓦拉小语场话剧 大家都是激情澎湃 因为那个时候很久 好像没有人说这种 讲叫左翼的 或者是这种 那么激动人心的这种话语了 当时这个由黄继苏老师执笔 黄继苏老师也来过我们 这里做过演讲 他创作小一场话剧切割瓦拉 在北京不但是引起学界 也是引起整个北京的文艺界的一个关注 后来到武汉广州等地去巡演 取得了全国性的轰盈的效果 后来还排练了女版切割瓦拉 我参加过一些排练 后来认识些朋友 这些朋友当中就包括 不是说我标榜自己 我只是说当时那个 那些里面有一些上名不经传演员 其中就包括汤维 他当时女版切割瓦拉的这个演员 大家你看一些历史资料 就会看到 他是在后来女版切割瓦拉里面去演出的 当时在中国学界和文化界 引起了相当大的震荡 被称之为一篇重要的文章称之为 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陌生人的归来 重新进入大家的事业 但是是有一个契机的 为什么会在十几之末出现这样一个小一场话剧呢 就是因为97年的时候 今天我们讲戈巴拉是因为他是牺牲50周年 97年的时候是正好牺牲30周年 那一个时间点上 30周年发生一个大事 就是我们待会会 我们现在是倒序 最后戈巴拉牺牲在伯利维亚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故事吗 那待会我会讲这个 你肯定不知道 我会讲这个详情 他牺牲在伯利维亚 但是一只尸骨没有找到 在97年的时候 妾的尸骨终于在伯利维亚被发现 当然国际社会有很多说法 有人认为是古巴去制造的等等等等 那一年古巴政府从伯利维亚 迎回了妾的尸骨 安放在Santa Grala Santa Grala 这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妾的纪念灵园 就是刚才那个第一张的那张照片 是他的现在在古巴圣克拉拉的陵园的照片 是在97年发生的 所以这一事业全球的这种纪念活动和流行 引发了有一场话剧切戈巴拉的出现 那我先不讲详情 我们先继续一下 我会按照这个顺序吧 先把他的故事先快快的讲一下 之后再进入我们做我们的分析 如何去理解当今时代 如何理解切戈巴拉 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个刚才第一部分 就是这个一张周游世界的照片 由科尔达拍摄照片 讲妾的形象与当代世界 非常有意思 有一次我 我当时一直非常清楚 戈巴拉拉的这个形象 有一次我走进一个咖啡馆 我就问这个老板说 麻烦您把那个有妾的头像的杯子给我 我认为谁都会知道 但是那个老板愣了 他说谁的头像 我说那个有个人脸的那个杯子 他说雷锋啊 然后就把那个杯子递给我了 我说好吧 他可能知道这是一个流行东西 但是他第一反应那是雷锋 不过后来呢 我在一些材料里面读到说欧洲很多 比如说一些左翼作家 到一个集会现场 看到年轻人 听摇滚乐点年轻人 穿着戒的T恤就说 这是谁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年轻人回答说 可能是一个摇滚歌 那可能中外皆然 而且后来我们知道 格瓦拉是一个游击战天才 他著有一本专著叫做《论游击战》 后来也是西点军校使用的教材之一 同时雷锋也是西点军校 一个模范军人的形象 那可能他俩真有某种相关性 好 我们先讲讲这个格瓦拉的出身 再讲讲他的少年时候的疾病 和后来他的漫游 这是给西语系的同学提供的 Ernesto Che Guevara 先没有Che Ernesto Che Guevara 这是他本来的名字 他的其实姓氏还是很长 我没有列出来 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知道那个 英语的 叫什么布克尔系 王尔德的那个系 就是同一个词根的那个名字 格瓦拉 他是出生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 后来小的时候 先要讲一下他的肤色 这张照片都是为了指明这一点 切瓦拉可是有一定的特性的 在拉丁美洲 因为他不是拉丁美洲 最大多数的梅斯蒂索混血人 尤其在古巴 你可以想象他 如此白的皮肤 是显得非常的突出的 他实际上是 阿根廷的这种 原先是中产阶级上层 后来加到中落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出生的这样一个长子 他出生在罗萨里奥的那个时候 家庭已经是衰落了 父母都是白人 后来他出生之后 就患上了一种重要的 伴随他终生的疾病就是哮喘病 大家知道哮喘病是很难治愈的 这样的一个病症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大家刚刚都看过白夜追凶对吧 那里面好像有个情节 就是讲某个角色的 被绑架之后 因为警方不知道他有哮喘病 就是被绑匪 绑了几个小时之后就死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病 因为他需要不断的被关注被救助 就是这样的一个多病的孩子 但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父母当然非常照顾了 后来他几度搬家 大家如果读那个传记 就会发现 还搬到阿克兴的高低等几个地方 为了他能算成病 在干燥的地方会更好 但是后来他长到十来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Cicilia就说 放弃高度呵护 让他自由生长 于是他一方面是患病 一方面他就是变成了一个 爱好运动的体育的孩子 他是橄榄球的四分位 也是也喜欢踢足球 这样的一个 戈巴拉少年时候的 调皮捣蛋的这样一个男孩 后来举家就到 布宜诺萨利斯他求学 在就读于部大的医学系 戈巴拉有很多的这种 关于他出生的有一些 有意思的点 比如说戈巴拉的生日 是1928年 他牺牲是刚才说的 1967年他一生只活了39岁 就像是很多的伟大人物一遭遭的去世了 就比我现在大三岁39岁 但是已经取得了如此丰富的人生的经验和成就 戈巴拉的生日是6月14号 他是双子座 是吧双子座没说错 不太精通这个东西 有意思他是 他其实是未婚先孕 所以在长期他小的时候 户籍登陆 不是安德平没有户口制度 或者说民事部门的记录写的是7月 推迟了一个月 因为他母亲已经先怀孕了 后来才结婚 怎么样 为了阿根廷是天主教国家 所以是不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所以改了自出生日期 专题作家就老讲说 戈巴拉家族有一个亲戚 是精于算命星象 后来戈巴拉成名之后 还在世的时候 这个亲戚就老在算 他说不对 我们家戈巴拉好像星象不太对 但怎么怎么算 就觉得提前一个月就对 后来所有人就缓过去问他妈 他妈说 其实就是早一个月 于是就全对了 于是他就是双子座的 才能取得后面那样大的成就 对不起 其他星座的同学 双子座可能又会有 像妾一样的这种人生 也许 还有一些中国读者 或者了解妾的时候 有些人会故意去做这样的曲解 说他家是白人 确实是在很多证据显示 他的双方父亲和母亲 两个人都可以追踪到欧洲的一点贵族血统 或者说他是蓝血 所以有人说他的具有这种高贵的革命精神 是因为他是贵族出身 有这样的解释 但是那是刻意去解释 以及用我们的时代 似乎无法解读戈巴拉的行为 才会那样去曲解 我们说到他是在布达学习医学 跟他先天的疾病是有关系的 但是他其实没有好好上课 在他那个还在读这个医科生的时候 就开始漫游 比如1948年开始 我们看到他是在贵诺塞里斯的家 在跟他的父亲在一起 他一生对他父亲有点不屑 他觉得父亲是一个平庸的 阿根廷的一个中产阶级无能者 他跟他的母亲关系明天要近很多 但是后来大家比如我们看到的很多摩托日记 或者是等等好多的著作 都是经过他的父亲山改的一个版本 以后陆续可能会有更全面的版本 会出来 当他还在读这个医科生 这个还没有毕业之前 他就天天跑出去漫游了 他母亲也是开放式教育 说他家里永远有进进出出 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最有名的一次漫游就是1950年10月到52年8月的时候 他的摩托车的旅游 摩托车是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 叫塞尔纳有一个摩托车 叫女大力神吧 两个人 通过他之后到智利 然后翻越安底斯山到维内维拉 整个走过了美洲全境 如果现在大家 尤其是西语系同学 你要到美洲国家 特别是阿根廷去学习的话 进到书店 你会发现有各国地图 或者是分省地图 还会有一张叫切的地图 那就是切格瓦拉当时走的路线 现在已经比较的旅游化 如果你想走切之路线 包括年轻时候的路线 对于一个不需要签证的 拉底美洲人或美国人 你会有很多年轻人选择这样的旅行 甚至包括在最后 波里维亚牺牲的那样的一个路线 好 这个501年到52年 他就是跟好朋友上路了 在写了一本书叫《摩托日记》 大家如果去读的话 这本书最近又被好像是陈浩老师翻译了 又重新再版了 这书很有意思 但它代表了一种还未成熟的 年轻时候的格瓦拉的样子 会非常好玩 如果你读细语的话会更有意思 因为它秉承了一种细语文学的 叫流浪汉小说的传统 流浪汉小说的传统 大家大概知道 流浪汉小说 有杨将先生翻译的小赖子 就是主人公是一个绝不什么高贵的形象 是一个挑逼导弹耍滑耍赖 骗吃面喝那样的 他就把他们两个朋友 两个人就描述成这样的一个形象 在到智利的时候 甚至就是发现当地报社 想报道他们这个医学生出来旅游的事件 然后他就让别人看了这个新闻 之后拿这个招摇状片 说我们是在这来实地考察的 这样的医生等等等等 讲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本书到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急转 因为格瓦瓦和他的朋友 到秘鲁 波里维亚这些地方的时候 认识到了他原先在阿根林没有接触过的 美洲安底斯人 尤其是比如有一个细节 他来到波里维亚 听过一个朋友的引荐 他不是骗吃骗喝吗 进了当地一个民政部门 想去找一些熟人 在当地求住宿求收留 结果当地民政部门就有很多安定 就是土著居民这样的 可能是说Getra语 或者是埃马拉语的居民在那等着 他们就是普通农民的样子 不但是不受到接待 这个民政部门非常的冷郁 而且他们进来之后喷消毒药水 格瓦瓦瓦一下被激怒了 就去揪着民政局队员说 快把你们领导叫出来 我跟你们说说 就是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这个 普通的乡民呢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发现有一个 他原先没有注意过的拉丁美洲 他跟他的好朋友 旅游开始是为了长见识 为了游历 无忧无虑 但是他发现很多人的这种游历 其实是流动工人 或者是地层人这种 甚至是卖淫 在这个拉丁美洲内陆去 去巡游 他就发现 尤其是后来他的摩托车坏了 他说 果然 骑摩托车会比 开 坐那个火车压好很多 你能更加的深入到这个 美洲的腹地中去 后来摩托车坏了 你只能不行的 就到美洲的每个街角去发现苦难 发现不一样的整个 拉丁美洲的这种不同的面貌 展现在他眼前 他这次之后 从美德拉赶回到阿根廷之后 就着急去考试了 像大家一样 他也是期谋之前回去 期谋之前有五门考试 大家知道伊克尔多么的难 就是 是非常难通过那些考试 大家也不要以为阿根廷是一个千万的国家 我去年这个时候在布大去访问 后来有一次有一个活动 他们说 你讲中国当代的一些科技和问题 然后我就说了这个 我们诺贝尔奖 有这个 这个图女士 刚刚获得诺贝尔美奖 这是我们在该领域的第一个 然后底下老师说 我们本系就 本系要好几个